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是关于马波、东甲和释连班大道 扩充工程的分配 招标的情况 整个工程大概有五个阶段 总之大概是七亿 现在政府的估计已经增加到 七亿九千两百万 大概有63.6公里 所以每公里平均建筑的 这个消费 大概是1246万 1246万每公里 平均 就要耗资六千 零六万 60万 60.60万 所以每公里平均是 三千 三千三十万 Face 1B 8.5公里 每公里 这个Tender出去 Closed Sender 问题我们现在专注 今天是Face 1B Closed Sender 关闭的这个招标官司 是一亿五千万 平均每公里是 一千七百六十五万 建造费 比第三期的第三阶段的这个建筑费 是14.5公里 也是一亿五千万 平均每公里的建筑费 才一千零三十四万 而这一阶段呢 为什么我强调Face 3 Face 3 第三阶段呢 是最艰难的工程 因为这个路 这一段路是最弯的 但是建筑费呢 却比Face 1A 和Face 1B 来的低啦 所以我们要 政府解析 这个引诱 OK 当然我们知道 很多这个 contractors 投诉 最主要是 Face 1B 的这个 Cosed Sender 这个 财政部指定 只有五个公司 可以参与这个 Face 1B Cosed Sender Mundo Karurusan Planb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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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R的工程 不能够超过五百万 而州政府的工程呢 Planaga 不能够超过一百万 所以超过一百万 五百万 看是什么工程 这个是JKR的工程 所以超过五百万呢 一定要公开招标 OK 即使申请 Cosed Standard的话 500万 财政部特别批准的话 也最少要有Circle Contact Us Cosed Sender Cosed Sender Face 1B Face 1B 所以这个很证明 这一点呢 这整个招标过程呢 已经违反了 原来的这个 此乃 Contract Awarded 但是我们接到消息 其实9月9号 他们已经知道 已经有人可以拿到这个价钱了 所以有Tender的这个 Hugger Tender 所以在9月9号之前已经知道了 只是还没有听到Normal Contact Us 只是还没有听到Normal Contact Us 什么Normal Contact Us 什么Normal Contact Us 这个是一个很不同明度的这个做法 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呢 我们希望这个 罹款单据可以调查 关于这个 医民打州议员李鸿志 挑战我报这个 凡头巨疑的警官 我觉得他是 怎样讲 劣主带跑 我指出我是要工程部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他会这么紧张 因为我要回答的这个对象不是他 那么他指着我们说 跳出这个问题呢 是为了 怎么讲 是为了 使到这个工程不能顺利进行 这一点我们需要非常强烈的谎博 因为这是关系到人民的这个 纳税钱 所以我相信我们公众有权利知道 为什么这两段路 发费是最高的 而且是通过Close Standard 通过公开市的招标 指明说可以节省人民的钱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Face 2 Face 2 第二阶段呢 他本来是指定只有Sharic Up 只有一个公司 Sharic Up AHM Internationality 跟Gakkan18个contractor 把给Package 2 这个新的这一面 OK 可是最后在人民策略这个抗议之下呢 OpenTender之下 Face 2呢 公开大概有100 就我们的消息 直到160个contractor 倡于这个招标 最后以最低价钱呢 是120M 就是1亿2千万 得标 就比原来预算的1亿3千8百万呢 借省了4-5%左右 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李洪志叫做缓团物据 我应该报缓团物据 我应该报缓团物据 假设在报章上缓团物据 借到这个新人呢 我相信2千块钱缓团物据 都会找他们来调查 这个牵制到1亿5千万的这个工程 我相信 这个缓团物据应该更加有兴趣啦 来自动找圣门来 和我接触他们 这样呢 就是找我入口供啦 入供 来调查这整个案子